太暑假就要結束了 9月1號就要開學了 那麼雙北續昭卻是在昨天才放榜 都已經8月底 各校陸續才開始辦理報道手續 這讓有些考生覺得混亂的制度 實在讓人很煎熬 領取暑假作業再套良衣服 雙北續昭22號放榜 23號上午學生陸續開始報道 不過快開學了 未來的學校才塵埃落定 有的同學很開心 有的很不滿 反應很兩極 就很爽 有學校 就有學校 放棄大禮 就直接去用特招 可是特招也沒考好 就回來用續招跟二免 就終於搞定有學校 雖然已經要開學了 都只剩兩個禮拜了 然後才說要再填一次 都已經做好這個心理準備 然後又突然那個政策 又轉所有三免 就是那心理 就是怪怪的 北市教育局統計共有2775名考生 報名續招 北市無所高中530個名額全部額滿 不過以西松高中為例 雖然開出96個名額都有額滿 但因為之前也有以報到的學生 申請離校去報名續招 這一加一減 還是會有缺額 也有部分的學生拿了同意書去報好別的學校 所以在補滿了這個96個缺額之後 那那個已經走掉的學生 那部分是我們沒有辦法再補的 所以我們最後還是會這樣一來一往 那還是會有缺額 西松高中表示 由於許多政取考生 也同時有錄取其他的學校 不會來報到 如果還有名額23號下午2點到3點 將辦理備取考生的報到數據 UNTV 楊林翔 還被報到